給我三分鐘,你也可以成為保險專家 歡迎來到法王的三分鐘保險教室 有一次在朋友聚會閒聊的場合 有一個朋友問法王 投保的金額是怎麼訂的? 他如果有一棟房屋價值1000萬 可不可以幫房子投保1200萬的火災保險 在房屋失火燒毀後 可不可以獲得1200萬的理賠金? 法王今天就藉著朋友的問題 跟大家聊一聊保險上面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損失填補原則 關於這位朋友問題的答案是不行的 如果1000萬的房子 可以投保1200萬的火災保險 並且在房子失火後獲得1200萬的理賠金 很多的屋主一定都會這樣子操作 再故意放火燒毀自己的房屋 以獲取比自己房屋價值更高的理賠金 替自己的房子升級 形成了很高的道德危險 因此保險法有規定 保險的金額不能夠超過保險 標的的實際價值 超過的部分是無效的 在這個case裡面 保險金額是1200萬 保險標的的價值 也就是房屋是1000萬 因此超過的 200萬元的部分是無效的 這個保險契約只在1000萬的額度之內有效 保險的目的本來就是在填補被保險人實際的損失 不是讓被保險人藉著保險來賺錢 因此保險金額的上限 必須等於保險標的的價值 才不會讓被保險人獲得超過實際損失的理賠 也才能阻斷被保險人故意導致保險事故來追求超額理賠的誘因 這就是保險上面的損失填補原則 又有一個朋友問法王 他有一棟價值5000萬的房子 他分別像三家保險公司投保火災保險 保險金額都沒有超過5000萬 但是三家保險公司的保險金額 總合加起來超過5000萬 如果他的房子失火 可不可以向三家保險公司都請求全部的保險金 最後加起來獲得的保險金超過5000萬 答案一樣是不行的 因為用化整為零的方式來達到 領取超過實際損失補償的誘因 其實跟用單一個契約達到 受領超過實際損失的補償 誘因是一樣大的 因此法律上也必須禁止 保險法有規定 如果有多個保險可以理賠的時候 被保險人可以獲得的補償金額 也不能夠超過保險標的價值 在這個案子裡面就是房屋的價值 也就是5000萬 這樣子大家都聽懂了吧 我是大寶法王 三分鐘保險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